人称当代盗墓祖师爷的姚玉中 小学文凭的他在道上被称为姚三爷 盗墓生涯三十年 盗去文物金额价值五亿 一年内挖空了二百座古墓 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更是大言不惭地说 一百个考古专家也比不上我一个人 我就是盗墓的祖师爷 可最令人震惊的是 在被捕之后发现他的账户里没有一分钱 被抓捕之后在法庭上仍然嚣张地说 饶我一命 我就告诉你们亲世皇陵的入口在哪 这位祖师爷究竟有什么天大的本事 让他这么的自怜呢 说起盗墓 小说盗墓笔记 其中描写的各种事情光怪离奇 其中的人本是各不相同 有的人天生耳朵淋漓 可以判断百米之外发生的事情 而在现实生活里就有这样一个人物 那就是被称为当代祖师爷的姚玉中 此人声称自己是六千年前转世的蛙木人 姚玉中看起来文质彬彬 你看出来他就是一个小学没毕业的 盗墓贼头脱马 接下来小编就给你讲讲 人称盗墓祖师爷的姚玉中的传奇故事 姚玉中是内蒙赤丰人 生于1962年 家中不是一般的贫困 那简直是要穷死了 家中积攒所有的金钱供他上学 但是姚玉中却对学习没有一丝兴趣 小学没毕业就闹着不上学了 天天就在村子周边晃荡 姚玉中的父亲是一个风水师 没事就帮别人看看家宅风水 家里也有关于风水的书记 有次姚玉中无意间打开书看了起来 没想到被这本书给吸引住了 他近乎痴迷性的研究其中 蕴含的文化和知识 在发觉自己对风水有着极大的爱好之后 姚玉中花自己好久好久积攒的零用钱 购买了周易 易经等书记 回家研究 按说没听过哪个人可以看两本书 就对其中的知识了解透彻的 还没有老师教导 但是姚玉中对此有着巨大的天分 无时自通靠着自学 对风水学有了不小的造诣 为了实践自己的本事 他开始在村庄周围实地考察 姚玉中的家所在的地方 是红山文明发祥地之一 这个地方的底下有很多的宝藏 有时候老天也雨下得大了 地面上就有桃片被雨给整出来 村里人对此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这种东西在当地太常见了 并不能引起当地人的注意 但是姚玉中不一样 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后面 有巨大的利益存在 为此姚玉中对风水研究更加透彻 并且掌握了一项独家绝技 他站在山坡上观望一圈 就可以发现墓葬的所在之地 并且有人在离他十几米的地方跺脚 他趴在地上如果能听见 跺脚的回声就可以判断出 地下有古墓存在 这一首绝技堪比盗墓笔记的丧丧子 姚玉中经过两年的专项训练 已经可以从声音判断出 墓葬的大小程度 深浅高度 并且判断里面是否存在 金属材质的陪葬品 只比小编的偶像刘丧本人 如果把这个本事用到正道上 现在估计也是哪一个行业的顶尖人物 但是他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 充满罪恶的道路 姚玉中准备踏上这个道墓的道路了 首先第一站就是家附近的宝藏 在准备工作时间里 他专门去了一趟红山文化的博物馆 请教专家教他怎么鉴别这些文物 殊不知姚玉中最终的目的 是为了去盗墓 专家要知道孤寂一脚 就给他踹出去了 他带着罗盘和洛阳铲 进入了池峰 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 找到了墓葬的所在地 而这次成功的经历让他 更加坚定地走入了盗墓贼的一生 自己单打独斗了一段时间 姚玉中挖到了不少宝贝 而他的父亲在看到儿子这样时 身为风水师的老子当然知道 自己儿子在做什么 可是姚玉中已然陷进去了 随着时间经验的积累 姚玉中在这个行业里慢慢地出名了 手下也聚集了一帮兄弟 圈内来拜访的人越来越多 在短短的时间内 姚玉中手底下竟然聚集了 将近两百号的人 而这些人已把姚玉中 成为盗墓祖师爷 姚玉中在如虎天意之后 带领这个庞大的盗墓集团 开始了盗墓的一声 警方这时已经盯上了这个团伙 有次警察埋伏在树林里 准备伏击姚玉中 其中的一个警察在移动的时候 不小心蹭到了几片树叶 发出了微小的声音 在百米之外的姚玉中听到了 带着兄弟撒腿就跑 警察跟上去之后 只发现了一个还没有打好的盗洞 和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渣子 是姚玉中发明的洛阳产升级版 比洛阳产的体积小了不少 看起来非常的普通 不容易发现 姚玉中一扎死下去 就可以判断这地下有没有墓葬的存在 并且姚玉中下墓的时间非常的有计划 时间一般都在春夏时隔和秋天 春夏是因为这时候草木茂密 可以很好的掩盖行踪 并且姚玉中在每次盗完墓之后 会把盗洞重新填埋上 在上方撒上他专门带来的草子 草子发芽之后就可以 彻底的掩盖死地发生的痕迹 而在秋天的时候 姚玉中会提前查看天气预报 在下雨之前盗墓 这样大雨就可以把所有的 痕迹冲刷的一干二净 所以在他谨小慎微的性格下 姚玉中多次在警方的抓捕之后逃脱成功 有一次姚玉中在山上踩点 而此刻正有警察也在蹲守这个山头 他看见警察之后发现 跑步掉了直接跳下了山崖 刷断了三根肋骨 并且姚玉中并不敢去医院 他找人打了一下 把自己弄得全身都是上 才敢放心地去医院挂号 这也是他生存的第一法则 那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不过人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险 中华名字老祖中 他都敢去碰 敢去动 他三十年来挖掘古墓赚了五个亿 他就是盗墓祖师医姚玉中 姚玉中虽然盗墓技术高超 但是做人却不怎么样 他从来就不相信别人 连自己的弟弟要跟他学习风水 他都不告诉 或许是他太谨慎的性格导致 也或许是他容许不了 别人质疑他的话语 姚玉中在团队分钱的时候 从来都是独断专行 他说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 在下墓的时候 姚玉中都是独自下墓取文物 或者和自己最亲近的人 从来都不说墓里有多少文物 但凡谁惹着他了 就会直接把文物摔碎 所以很多兄弟也因为这 对他有深深的一切 并且姚玉中也是一个有爱好的人 他的爱好就是赌博 但他的运气却是出了名的差 十读九书 赚他的钱都砸进了这里 没有钱了就直接拿文物抵押 当警察把他抓捕归案之后 他的账户里竟然没有一份钱 也正是赌博输光了钱 他领着团队在一年内 挖空了二百座古墓 在2014年末的时候 姚玉中又来到山上踩点 他身穿高档西装 脚踏高档皮鞋 鼻子上还架着紧丝眼镜 活脱脱一个大老板的形象 但是在山上蹲点的警察 可不这么觉得 大老板会一个人去山上吗 还穿得那么的骚包 在发觉此人身份不对的时候 直接进行了抓捕 一看不就是这个姚玉中吗 在押送的路上 姚玉中趁警察没有防备 准备撞石头上自杀 被警察给拦住了 等待他的就是法律的严审 而根据他的指认 警方在他的家里搜出来 接近五个亿的珍贵文物 一共抓捕了225名盗墓贼 12个犯罪团伙 规模之大让警察都感到诧异 而姚玉中在法庭上依旧是 嚣张如故 说我是挖木人重生 100个专家都比不上我 饶了我 我可以告诉你们 秦始皇陵的入口 但是法律不容他狡辩 在2017年法院宣判 姚玉中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而姚玉中说的最后的改言尽是 我应该早点把秦始皇陵的